大家好,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,是否已订阅本频道,且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,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,为确保韩国继续保持半导体强国地位, 该国正考虑投资4.5兆韩元,折合30.6亿美元,建设一座晶片代工厂。 资金来源包括公共和私人投资。 12月上旬,韩国总统李在明主持召开会议, 三星电子、SK海力士等晶片制造商的高管、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出席了会议, 共同商讨如何保持韩国在记忆体晶片领域的领先地位, 加强代工业务,并在人工智慧时代拓展无精元厂晶片设计。 李在明表示,韩国需要实现新的飞跃, 而半导体领域正是他们极具竞争力的领域。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 韩国将考虑建立一座由公共和私营部门共同支持的12英寸40奈米制程代工厂, 以帮助无精元厂企业开发和测试晶片。 该部门还表示, 鉴于国防相关半导体99%的供应依赖进口, 韩国还将寻求实现国防相关半导体的本地化生产。 声明称, 韩国政府将考虑在相关法律中加入一项条款, 规定在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中优先采购国产半导体, 同时将成立一个由李在明领导的半导体特别委员会, 作为国家晶片政策的控制中心。 而在韩国对岸的日本, 在40年前一度是全球半导体一哥, 然而近年来人为设备及材料供应商先进工艺上已经缺席多年, 此前国内自产的工艺还停留在28奈米以上。 然而, 现在日本有可能从28奈米一跃升级到4奈米工艺, 因为台积电在日本投资的雄本二厂, 原计划是升级6奈米7奈米工艺, 但是最近已经停工了。 这次停工不是台积电对日本的投资暂停, 而是要升级工艺, 因为6奈米7奈米工艺当前的需求较低, 在建新厂只会加剧过剩。 因此消息人士称, 台积电计划将二期工厂直接升级到4奈米工艺, 以满足当前AI晶片的巨大需求。 有媒体认为, 全球最大的晶片制造商台积电, 正在考虑利用其在日本的第二家工厂生产比原计划更先进的晶片, 这反映了其评估市场对人工智慧AI相关产品的需求变化。 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, 向4奈米制程技术的潜在转型可能会导致该工厂的工期延误和设计变更。 该工厂于10月下旬才开始建设, 位于雄本县, 与台积电在日本的首家工厂毗林计划于2027年投产。 台积电最初计划在第二家工厂生产6奈米和7奈米晶片。 日本新闻机构对比了11月至12月初施工现场的照片发现, 雄本第二家工厂的建设已经暂停。 11月时, 包括起重机、 挖掘机和打装机在内的重型机械设备遍布工地。 到12月初, 几乎所有设备都已被清理干净。 一些供应商表示, 他们被告知施工将会暂停, 但台积电没有具体说明原因。 台积电公司仅表示, 公司不评论市场传闻或者议测在日本的专案持续进行中。 相关知情人士还透露, 台积电仍将继续推迟在其位于雄本的现有工厂增设设备。 该工厂生产用于工业、消费电子和汽车应用的成熟晶片。 今年3月, 有报道层表示, 台积电至少在2026年之前不会增设设备, 但消息人士称, 台积电现在已告知多家供应商, 2026年全年无需为日本市场增设设备。 该工厂目前生产40奈米和28奈米制成的晶片, 以及稍先进的16奈米和12奈米制成晶片。 由此可见, 虽然台积电表态在日本的投资会持续, 实际上不仅二期工厂暂停, 此前已经建成的一期工厂也暂停扩产了。 该工厂主要生产40奈米、28奈米, 以及16奈米、12奈米工艺的晶片产品, 原计划2026年会增加新设备, 但是现在台积电已经对设备供应商表示, 明年一年都没有增加设备的计划。 实际上, 自台积电于2024年宣布第二座工厂计划以来, 市场对6奈米和7奈米晶片的需求有所下降。 该公司位于台中市的主要晶片工厂的产能利用率, 一直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, 因为辉达、苹果、Google和亚马逊等领先的晶片制造商都在转向更先进的晶片。 由于市场需求的变化, 台积电暂停工厂建设并更改设计方案的情况并不罕见。 该公司将其位于高雄市的晶片工厂的建设计划, 从成熟的6奈米和28奈米工艺改为采用最先进的2奈米技术。 除了可能采用4奈米制成工艺外, 两位消息人士称, 台积电还在考虑将其先进的晶片封装技术引入日本, 因为该工艺对于制造人工智慧晶片也至关重要。 消息人士表示, 所有计划尚未最终确定。 不过二级工厂如果真要升级4奈米工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, 因为4奈米需要EUV曝光设备机台了, 不仅投资会增加, 厂商设计之类的也要改变。 因此二级工厂还有一种可能是改建成先进封装工厂, 现在的AI晶片对COWS封装的需求也很高, 而此前COWS晶片封装主要在台积电本土工厂, 在日本扩产COWS也有助于缓解AI产能不足的问题。 只不过这一切还没定论, 但是台积电不论最终采用哪个方案, 日本在先进工艺及封装上都会向前迈进一大步。 另外,值得注意的是,台积电公布的财报显示, 该公司11月合并营收3436.14亿元新台币, 月减6.5%,年增24.5%, 前11月合并营收3.47兆元新台币, 为同期最佳,年增32.8%。 业内人士分析, 因客户群拉货,高峰已过, COWS先进封装产能, 暂时没有再大局转换。 原本即预估台积电11月及12月平均单月营收, 都可能较10月下滑, 降至3,090亿元新台币, 至3,273亿元新台币, 月减11%至18%不等。 以日前台积电公布的11月营收时期来看, 实际表现比预期好一些, 研判应是来自高阶智慧型手机与高效能运算HPC需求支撑。 此前,台积电财务账黄仁昭在法说会上指出, 台积电预估第四季度, 美元营收322亿至334亿美元, 中间值328亿美元, 约略季减1%, 汇率假设新台币对美元30.6%, 毛利率59%至61%, 营益率49%至51%。 台积电董事长, 纪总裁魏哲嘉表示, 从市场需求与台积电已宣布的第四季度展望来看, 台积电将2025全年美元营收的全年增长幅度 从上至7月预测接近30%, 此次转为Mate 30%的中间值约34%至36%。 在资本支出方面, 黄仁超说, 台积电目前预估2025年资本支出区间400亿至420亿美元, 从380亿至420亿美元区间收敛, 资本支出高标不变, 平均值410亿美元较先前平均400亿美元增加。 而这些增加的资本支出, 对于类似日本等新厂的全球布局功不可没。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, 感谢你的观看,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 扩论有余。 最后, 请你点赞, 订阅。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。 谢谢。